大家好 我是中医老马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手脚冰凉的一个病例 这个患者是一个28岁的女性 经常在办公室里坐着 也不怎么出去 她是为什么得了手脚冰凉呢 她说我就是活动比较少 总感觉手脚冰凉 她是通过一个朋友找到我了 来到以后呢 我一摸一摸她的手也确实凉 她还说呀 我这个手脚冰凉 不过我的手腕和我的脚踝 而且呢 我的腿呢 也有点疼 腰也有点疼 来事之前也比较疼痛 有痛经的症状 同时呢 我也给她耗了耗脉 看了看舌苔 她的舌苔呢 是舌淡胎白的 脉呢 是沉细的 我就给她做了一些简单的诊断 说你这个手脚冰凉呢 是血须寒绝而导致的 你看手脚冰凉 而且伴有呢 腰疼腿疼 同时呢 也有呢 我们的经形之前的痛经 一定是体内有寒 寒凝呢 是我们的气血不通 而导致的 我给她开了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她用了一个半月以后呢 疗效特别的明显 所有的症状呢 也就缓解了 我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疾病的用药思路 我首先呢 给她用了这两位药 一个呢 是当归 来养血活血 使我们的血液呢 能够通达四末 第二个呢 加了桂枝 桂枝呢 有温精散寒 寒能啊 合营的功效 它一定里面有寒 气血才不能通 是吧 寒凝血淤嘛 加了桂枝 配上当归呢 作为军药呢 它就能起到推动和温序 我们血液运行 来散寒活血 又给她加了细心 细心这位药呢 温精散寒 能助我们的桂枝 加强它温精散寒的功效 又给她加了一位白勺 白勺呢 既能够助我们的当归 养血合营 又能够呢 助我们的桂枝 来合营散寒 同时呢 还有止痛的功效 同时呢 给她加了一位通草 这个通草这位药啊 有通力血脉的作用 这样呢 能助我们的当归 来活血通力血脉 又给她多加了一辈的大枣 这个大枣为什么要多加 大枣呢 既能够生血 又能够健脾 还能够防止我们桂枝 和细心 过于燥裂 又加了一位甘草 甘草呢 既能助大枣健脾 又能够调和助药 同时啊 它伴有呢 腰疼腿疼 一定是寒宁血鱼 又给她加了我们的川段 还加了牛膝 又给她加点呢 我们的木瓜 这三位药呢 有一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用我们川段呢 来健肾 撞骨 用我们的木瓜呢 输筋定痛 用我们的牛膝呢 既健肾 能有引药下行 主要放在一块 共奏呢 活血 温精 散寒 合营 健脾之功 同时呢 还能输筋定痛 对他这个手足寒冷 手足冰凉 这个血须寒决 所引起的一些症状呢 有非常好的疗效 用了一个半月呢 症状就缓解了 通过这个病例呢 我还给大家介绍一个 其他的两种手足冰凉 所不同的症状 不同的质法 其中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手足凉 不过肘和蚀 它是啊 我们阳气被饿 阳淤 阳气呢 被寒 淤饿于内 它虽然是手脚冰凉 一定是阴摸我们身热 心烦 带有呢内热的症状 这样呢 我们治疗的前提呢 就是疏干解淤通阳 使我们的阳气呢 能够通达四末 温序我们的四末 也就温序我们的手脚 我们手脚就不凉了 一般的呢 我们多用啊 四逆散为积方 你像柴虎啊 白勺啊 加上纸实和干草 同时它一定有我们的阳气被淤 所以说不用加过多的温精散寒的药 要加一些活血的药 你像加一点当归 攀胸 或者加点齿勺 刚才白勺呢 他配点齿勺 这是一个正形 另一个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本来身体就凉 身体各地方都凉 我们胃寒至冷 手脚冰凉 屁股凉 腿凉 脑门都凉 这是呢 我们的阳虚 这样呢 我们就建运我们的脾阳和肾阳 一般多用啊 干浆啊 肤子之类的 来温运脾阳 助肾阳 这样呢 我们的手脚冰凉呢 也就好了 通过刚才那个病例 我也给大家细心的讲讲我们手脚冰凉 现在呢 由于大家呢 活动比较少 手脚冰凉的 患者特别的多 尤其是我们一些女性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我们长期的得不到缓解 我们的气血呢 就运行减慢 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这样呢 就形成我们的一些气质血瘤的症状 这个病例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呢 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给大家一一回复